凡是有建設就先要破壞 所以現在香港人網就要做大它 MyRadio和香港人網 現在變成一個網頁 打入MyRadio就去了另一個全新的網頁 現在初步回來的意見全都是媽媽聲的 我想蕭先生那班技術管理的階層 都應該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媽媽聲的 媽媽得最厲害的當然是我 但我也算了 你發脆脆在一個星期之內幫我搞定它 要不然就很沒人 因為我一早說了 那個修訂率會急劇下降 因為你下載不了 你不是user friendly 你以前是很簡單的版面 因為我們不需要有論壇 我們一早說了我沒有留戶區 你只是聽我的節目 在YouTube看我的影片 就這麼多東西了 這是我最簡單的目的 那個網頁做得了 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說 越來越多人聽 你的硬件都不能夠 那就唯有upgrade upgrade是要錢的 那動物是沒有錢 蕭先生有錢 OK 就是這樣 我不想發達的 我只是想有一個平台給我做節目 多些人聽就是這麼多東西 這個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如果搞到這樣就很麻煩 希望在這個禮拜裏面 就可以有改善 但事實上也是 當你要做大它 你要有建設的時候 就要先有些破壞 但希望破壞的時間就短些 不是真的大家都很沒人 現在我天天就被人在這裏抹 我天天在這裏抹 我沒有抹誰 我沒有理由抹老蕭 關於什麼事呢 老蕭就是想搞大它 但是你那些技術管理的人 就是狗屁不通 你如果搞到這樣就好 這麼簡單的妄業 如果要做大一點就糟糕 不用做 是不是 那我賜人工啊 阿哥 所以我希望快點搞定它 講多無謂 很無人 總之兩個字都講完 叫無人 你屈我機啊 現在 我遲些就做動篤士 就講些潮人潮語 然後講政治 你明白嗎 我今天才在開法合會的時候 提到一件事 一個比喻 有些民主派的人想退台 想講一下 你現在跟我說一下 2012就沒有補存了 2012的方案是怎樣呢 先下來談一下 我們都可能會接受 在那裏講這些 但是立場又很曖昧 我就其實預告了 凡文主派過完這個選舉之後 就正式為這個政制方案分裂了 因為真是一人一個喇叭 各吹各的吊 根本都沒有辦法有共識 是不是 我們跟前線 兩條線加上癡線 堅持2012雙普選 但是其他那些人 全部在下台 加他們退台 退台 退得最聰明 最老實的那個 就叫做民協 現在講明給你聽 又傾又齊 但是他現在仍然說 2012雙普選的支持 因為九月要選舉 那他選舉搏空 先下票 但是我們不會讓你 這麼容易得逞 大哥 又要做妓女 又要拿政治排鋒 這個世界 哪有這麼輕易而舉的事 對不對 沒有可能的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事情 都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 去承擔責任 你現在搞到似是而非 就很嚴重的 有些人擺明是想退台 我就用了一個形容 就是用一個來形容 我現在不是強姦 這叫非法性交 你有沒有看過最近的 V太的案子 是吧 強姦是告他馬虎 告不入 但是就告他非法性交 入了 現在你只是給共產黨 非法性交你 你明白嗎 因為你非法性交 你想跟共產黨非法性交 現在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民主派有些人想跟 共產黨非法性交 共產黨本來要強姦你的 強姦罪就不成 本來那種動作是很粗 就是強姦 結果法官日本 就是強姦罪就不成功 非法性交 因為你吃了那些藥 那些藥 就已經 藥力沒有了 即是共產黨現在給你那些藥 你吃 即是 擺明是強姦你的 迷魂你 是吧 結果你的藥過了 你扮民了 你明明在這裏 扮民的 被他強姦很舒服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不是強姦 是非法性交 現在是 即是 現在共產黨和部分 泛民主派的關係 那個關係 如果用這個case來形容 本來是強姦 很粗暴的強姦 你 給你一些藥 你吃 但藥你已經過了 即是 泛民主派的藥已經過了 接著 那個就不是強姦 結果有一條罪 叫非法性交 就算你致遠到 都是非法性交 現在就是非法性交 是不是 其實今天 有幾件事 這個時間都報告 第一就是希望 香港人網那個 重組 即是重建 把這個myradio 盡快完成 就不要影響 myradio 那個聽眾的下載 即是不要影響我 即是 現在潘紹聰未開麥 目前都是小弟 收聽他最高 不要搞我 OK 不要玩家兩求不到我 是不是 現在更好笑 放在香港人網 說我下載了七萬多人 你哪有七萬多人回來下載 下載 是不是 當然沒有 那個就是搞錯了 搞錯了的原因 每個人不斷按 按不到 你明白嗎 重複地下載 就變了很多人 其實他聽不到 理論上有七萬多人下載 沒有人 那麼多人來跟我投訴 是不是 即是不是 即是不是 但 這樣就結了 到真的下載的數字 人家說你灌水 不過這個大家知道是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下個星期一 即是佛誕 公眾假期 香港人網友過聚會 小弟都會出席 下載的 下載我們會繼續在西洋賽街上 最後一天 叫咪 做選民登記 現在 其實整個法民主派 做選民登記 過去這幾兩個月 成績都是很差的 我沒有問他們 但我對自己的成績 都不是受到十分滿意的 我們每次平均都有幾十份的表格 拿回來 總共做了四個星期 每個星期做了兩次 做了八次 都有幾百份表 拿了選民登記表 那就是 理論上這些表格 只能給我們 那些票多數都是我們的 是不是 那不是這些人這麼勤力 做選民登記做什麼 是不是 政府 即是用地鐵廣告 又找一些 歌聲明聲 在電視上有廣告 叫人登記做選民 你登了沒有 那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我估計 今屆立法會的 新增選民的人數 應該不會太多 那現在的選舉形勢 其實大家都看到 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 說自己一定會參選 除了金賴慧 因為他們牽涉到 民主黨在港島區的黨爭 金賴慧就很高資大 開了記者會出來 這應該由那天開始 計算他的競選經費 老實說 至於有些暑黃昏在打招 天天逐老鼠 有幾個記者跟我說 很煩 有一天打電話給他們 我們接觸傳媒 我們做得很差 我們有時發個fax 全個新聞稿 人們都收不到 我們5月2日 那個千人大會 沒有什麼記者來的 所以我們都要檢討一下 我們跟新聞界的溝通 就是社民連 是很有問題的 我覺得 但是他過分 他很厲害 他全靠身 叫助理盯 人盯著記者 這些真的要學習 但記者的反應就是 很插發 這個女人很麻煩 天天打來 我們有些話說 我們有些什麼俗話 現在發瘋 就是為了選舉 大家知道 鼠黃昏和田耳少 兩個都是建制派 接著在九龍西 有一個民建聯 說你發夢 沒這麼做 拿三個位 只有五個位 你拿三個位 上次的選民結構 選票結構是七對三 民主派拿七成選票 這個建制派 即是當時所謂的民建聯27 27%的選票 論名單計 曾玉成那張名單 是得票最高的 但是都是只有27% 四個位 25%有一個位 27%凸了2% 凸了2%的選票 但是都是拿一個位 現在你真的發夢 沒那麼早 中聯辦 是吧 即是高智人 或者彭清華 你發夢就可以沒那麼早 你明白嗎 即是你如果田北辰 加梁美芬 再加一個民建聯的李慧亭 然後在九龍西拿三個位 今天是發夢沒那麼早 那民主派只剩下兩個位 那你要拿幾多個巴仙選票 即是你的得票率 起碼要六成才行 是吧 你拿不拿 反過來人家 上次拿七成選票 你今次這個建制派 可以拿六十個巴仙選票 是不可能 當你拿五十幾個巴仙 就不可能 你拿五十幾個巴仙 你才有機會拿三個位 所以就不用想 頂多兩個位 兩個位還是不夠票的 當你是三十個巴仙選票